咖啡要真 前一时间上我在跟一个美食博主聊起咖啡 他说他最近在喝低音咖啡 那我就很好奇 怎么突然就喝起来低音咖啡了 我最近胃不太舒服 然后医生就让我少喝点咖啡 但是我就忍不住 所以我就买了低音咖啡 那你一定要注意身体 多喝咖啡少睡觉 这是我前几天刚刚拔完智齿的样子 对 没错 我又去拔智齿了 你们猜我哪边拔了智齿 拔完智齿的第二天 我给自己心理暗示 今天一定不要喝咖啡 整个上午我忍住了 一口都没有喝 但是吃过中午饭实在是受不了 感觉好像整个世界与我隔绝了 就跑去喝了杯咖啡因相对较少的胶囊咖啡 所以说今天我想跟大家普及一下低音咖啡 大家平时接触的肯定不多 因为低音咖啡在国内实在是小众冷门 可选性也不多 而且市面上的信息也比较少 因为大家喝咖啡还是冲着能提神去的嘛 所以喝低音咖啡的人群比较固定 你就比如对咖啡敏感的人 孕妇 诶 不对啊 孕妇 你不会是因为怀了孕才喝低音咖啡的吧 像这些人群可以尝试喝低音咖啡或者是拖音咖啡 那另外像那些每天喝咖啡很多的人比如你一天喝三四杯的 那就可以尝试前两杯喝正常的 那后两杯喝低音的咖啡 那感冒发生的人如果你是真忍不住啊 也可以喝喝无音的咖啡 千万不要喝正常的咖啡 那因为我之前就干过这事 感冒的时候啊还像平时那样喝咖啡 那喝完之后啊就感觉越喝越困 越喝越想睡觉 感觉好像是喝了安眠药似的 那所以说啊 如果你有在吃药的状态下 那就不能喝咖啡 低音咖啡在西方有很多地方还是有一些固定的消肥群体的 很多咖啡店 中央面会有一个磨豆机放低音咖啡豆 那上面写着decaf 或者你去超市也能看到不少的低音的咖啡豆 或者是低音的速容 那目前在中国呢没有太大量的需求 那甚至也没有人讲 那所以那我来讲讲这些冷门的没啥人关注的话题 希望呢让你们也能对这些东西有所了解 那我们先聊聊咖啡因这玩意 它出现的地方非常多 只不过是大家平时在意不到 你吃的巧克力 喝的可乐 奶茶 还有一些特定的药 那都有咖啡因 只不过它的名字叫咖啡因 那么大家自然而然的就把它跟咖啡捆绑在一起了 那咖啡豆的咖啡因含量根据不同的数种 那通常在1%到5%之间 阿拉比卡数种低一些 罗布斯塔数种高一些 那所以你在各种咖啡店啊 或者是他们的宣传语中 你能听到 100%阿拉比卡咖啡豆 那是因为它的咖啡因含量低 品质相对较好 那低音咖啡的处理方法 基本上都是从咖啡生豆这个环节开始 没有办法从烘焙或者是制作环节来控制 也没有办法从咖啡树的树种或者是基因环节调整 那低音咖啡呢在1905年被德国人这个名字怎么验 我就叫它 Ludwig肉丝流吧发明出来 并且呢申请了专利并商业化呢 他用本去去除咖啡豆中的大部分的咖啡因 那之后呢便有了低音咖啡的概念 那但它的这种方法呢 后来被证实到有致癌物质 那所以啊后来又有各种各样的低音咖啡的处理方法 被研究出来 那什么瑞士水处理法 Swiss water process 还有二氧化碳超灵界处理法 Super critical CO2 process等等 那低音咖啡的处理方法其实是挺复杂的 因为它属于食品科学这个领域 那这也是为什么市面上的低音咖啡 普遍会比正常的咖啡贵一些 因为它在生豆的处理的环节上增加了成分 那通常低音咖啡的咖啡含量在3%以下 另外还有咖啡因被去除了99.9%的无音咖啡 那如果你去星巴克点一杯咖啡 那通常一杯正常的咖啡啊 它有一百到一百五十毫克的咖啡因 那么一杯低音咖啡 它的咖啡含量就是在5毫克以内 按照人体每天能够代谢400毫克这个标准来说的话 5毫克基本上可以忽略不及 所以如果你真的处在不能喝咖啡的时期 但是又想解解禅安 低音咖啡或者是无音咖啡都是很好的一个办法 那经过一百年的发展 低音咖啡的处理技术也越来越成熟 那提供低音咖啡处理的产缺才增加像哥伦比亚这样的咖啡豆生产大国 低音咖啡就非常常见 那另外还有像巴西 那我记得我五六年前第一次喝到低音咖啡的时候 当时我就在想这是什么鬼子怎么这么难喝 而且当时还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咖啡是做的 当然我不是吐槽小姐姐做的不好 我只是吐槽那个低音豆是真的不好喝 但是现在不少的低音咖啡处理的这个咖啡豆都还不错 咖啡在被去除的同时 豆子圆满的风味保留的也就好 特别是在做低绿咖啡的时候 口感干净 喝起来也很平衡 没有那种声色味 对了 我还特意去喝了喝星巴克的低音咖啡 我个人觉得他们的低音咖啡反倒比他们正常的咖啡更好喝 不是广告 总之啊 近些年来低音咖啡从声多的品质上到烘焙 品质都在往上走 随着喝咖啡人群越来越多 低音咖啡的消耗量也越来越大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说 2021年上半年 国内咖啡的生产度采购量提升了104.3% 这个增长速度直接的就反映了国内的咖啡市场的增速 比如大家看到线上的电商品牌的咖啡越来越多 咖啡馆也是便利开花 我不止一次看到粉丝留言说 我们18线小城市的咖啡馆就有十几二十家 像这些新增的市场都是会增加咖啡豆的消耗量的 经过这些年的快速发展 我相信国内的咖啡市场也会越来越好 这期节目就在这里 希望看到最后的朋友们给我们点个免费的赞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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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